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罗伯茨直接讲说 科罗拉多州选民的论点本身的做法 将会促使候选人有可能被取消资格 他说这个立场跟第十四修正案的整个的主旨是对立的 因为他将使得联邦各州大胆决定候选人是否有资格担任联邦控制 这里面他做的格调 我简单理解 这里面做的格调蛮高的 第十四修正案是为了维护整个联邦体制 就是保持美国的完整性 而现在各州利用第十四修正案 把川普除名 正好跟第十四修正案的主旨是对立的 那他这个表明的态度就非常的 这是很清楚的表明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美国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他就他提到说 如果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科罗拉多取消川普的这个资格 那就如果被维持的话 肯定有一些州会跟进 肯定不同的州跟进去的话 他说尽管我的预测不一定正确 但是呢 无论是民主党候选人是谁 只要你在选票上 那共和党候选人是谁 只要你在选票上 都可能会被出名 这是令人惧怕的结果 我觉得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这是一个 听证会的总结的话 因为他是从十点钟开始听证 一个多小时 快两个小时 那这个话是基本上一个 相当相当到位的一句话 另外一个大法官呢 问谁来决定一个人是否参与叛乱 那叫做卡瓦诺法 卡瓦诺是川普人命的 所以他就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叛乱的定义 谁去决定他参与了叛乱 和没参与叛乱 他说你看到第三节 叛乱一次出来了 问题就来了 问题是说 谁来决定是谁是否参与了叛乱 他说这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 必须有一个程序来确定他 这个Murray不知道是谁 Murray是一个应该是律师 他说这个第十次凶中案 是否说只有国会 才能创造这个过程 所以他提的概念就蛮特别 对叛乱一词本身的质疑 那卡根这是民主派的人士 那他就说第十次凶中案 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裁决 那他认为呢 应该由全国而不是由州法院来裁决 这个说法 其实跟我们之前说法类似 就是谁也不敢碰第十次凶中案 其实作为现行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因为他肯定如果被州决定的话 美国就会分联 转向法官转向川普的挑战者 所以你看到技术都是质疑川普的挑战者 这个Murray是这个律师 所以川普所有法官就问这个律师 那你在辩论的时候 他说自一八一二年战争以来 我们首次遇到什么如何如何 就是指一月六号的事情 川普说剥夺所有违反宣誓的 什么资格诸如此类的 然后托马斯就先去问他 那托马斯说 如果你阅读正确的话 这似乎表明至少会有一些国家 候选人被取消资格 这里不是国家 那这里讲的是各州 用state是各州 所以托马斯上来就讲说 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有些人肯定会剥夺 就是他的竞选资格肯定会被剥夺 然后这里面 川普的律师把这件事情定性为骚乱 不是正乱 不是动乱 其实你让我个人的理解 当然我个人理解 川普的律师根本就不碰这个词 根本不碰这个骚乱还是动乱这个词 因为你是一个被告 对不对 这个词由法官去听 所以我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川普律师是谁代表 当然人家律师就是律师的 叫做米切尔 这律师是米切尔 我又不是律师 当然这个故事是什么 这故事类似于在货免权的问题上 那个法官提出来 对吧 如果总统派人去杀人 你不应该举这个例子 我觉得是有着等同的含义 所以这是我们更新了 因为他还在过程中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了 就是这个故事呢 是今天早上预期的内容 川普在利用语言 就其实这不是语言 在利用他的第十四修正案的 所有文字条款 在抠他的字眼 然后去拯救他 当然这家 就是这个媒体的本身不太好 是完全反川普的 但他的结论蛮有趣的 谁都承认这个东西是不成立的 当然如果这个东西不成立的话 你就要维护美国的完整性 所以我个人觉得 首席大法官那个定论很厉害 第十四修正案是 它的主旨 是保持美国的完整 你们现在用的 用在川普身上 是在分裂美国 这个这句话就全都倒位了 其实确实是 人是首席大法官 人家也有他道理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从这种含义的角度来讲 很清晰 说很可能会找到最狭 最无聊的方式 让川普过关 这是嘲讽川普的 但是他下面就说 嘲讽了一切的本身 他说他里面就举例子了 我个人觉得是他最后这句话 因为之前的本身的内容呢 都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 陈述过了 大多数最高法院的观察者承认 将一个政党的指定的 推定的提名人 排除在选票之外 对法院来说 干预太大了 我觉得这句话就对了 所以所有人都承认 这是触及到美国根本了 所以这是一个干预 干预选举的问题 干预了美国本身的问题 那中间他讲述的 就是川普提出的条款 这不仅仅是2024年 这种方式裁决会使得 执行民选职位的基本资格 标准几乎不可能了 而另一种方法将使得 各州太容易挫败 合法的候选人了 所以所有左派人不是不清楚 对不对 那民选的基础被摧毁了 那不是美国制度就被摧毁了 民选总统 民选的一切民主制度被摧毁了 而各州很容易挫败合法的选举人 没错 所以这就那代表什么 代表着去抨击川普的人 那种胡来 不择手段的胡来 他的生命品质 对吧 没有人尊重宪法 没有人尊重法律 全是利用自己的可能 在利用法 这是他最卑鄙的地方 感谢朋友们的致志 感谢朋友们的致志 感谢朋友们的致志